东汉末年,朝政腐败,再加上连年灾荒,老百姓的日子非常困苦。 据路人张脚见人民愿恨官府,便与他的弟弟张良、张宝在河北、河南、山东、湖北、江苏等地,招收了50万人,举行起义,一起向官兵进攻。 没有几天,四方百姓,投过黄金,跟随张脚三兄弟杀向官府,声势非常浩大。 汉陵帝得到各地报告,连忙下令各地官军防备。 又派中郎将卢职、黄辅松、朱眷率领精兵,分路攻打张脚兄弟的黄金军。 张脚领军攻打幽州地界,幽州太守连忙照校为邹靖商议,邹靖说幽州兵少不能抵挡,建议写榜文到各县招募兵马。 榜文行道桌线,引出一名英雄,这人姓刘明辈,自选得。 因家里贫寒,靠饭麻鞋,织草席卫生。 这天他进城来看榜文。 刘备看完了榜文,不觉感慨地长叹了一声。 呼听声后有个人大声喝道,大丈夫不给国家出力,叹什么气。 刘备回头一看,这人身高八尺,抱子头,圆眼睛,满腮的胡须像钢丝一样竖着,声音像红中,样子十分威武。 那人对刘备说他姓张明飞,自逸得,做着卖酒,屠宰朱阳的生意。 他愿意拿出家产做本钱,与刘备共同干一番大事业。 刘备,张飞俩人谈的投机,便一起到村口的一家酒店饮酒序话。 这时,一推车大汉进店饮酒。 刘备留神一看,这人有九尺高,胸前长须飘飘,脸色好像红枣一样,长一双丹凤眼,两条卧残眉,相貌非常威武雄伟。 刘备连忙起身,邀他过来同坐,并请问姓名。 请问姓名。 请问姓名。 那人说,我姓关明宇,自云长,樱乡里恶霸仗是七人,我一怒杀了恶霸,逃到外乡避难已有五,六年了。 刘备,张飞听了都很敬佩,也将自己的志愿告诉了关羽。 关羽听了也非常高兴。 酒后他们一同来到张飞的庄上,只见庄后有一座桃园,园中桃花灿烂,景色很美。 第二天,三人在园中坟香礼拜,宣誓结为异姓兄弟,三人按年岁认了兄弟,刘备做了大哥,关羽第二,张飞最小,做了弟弟。 三人请来铁匠打造兵器。 刘备打造了双骨剑,关羽打了把八十二斤的青龙眼月刀,张飞造了一只杖八点钢毛,个人又造了一身铠甲。 他们聚集乡中壮士五百多人,浩浩荡荡到卓郡去映牧。 三人在卓郡打败了黄金军将领陈远志。 刘备听说他从前的老师钟郎将颅职在广宗和张角作战,便领了本部人马到广宗驻站。 颅职令刘备三兄弟前往尹川帮助官军作战。 刘备、关羽、张飞尹军连夜奔赴尹川。 再说张良,张宝在尹川连胜几阵,这天正在追赶冠军。 忽然被一队打着红旗的队伍拦住去路。 卫首一将信曹明操,自梦得。 张良、张宝打不过这支队伍,领兵败走。 张宝败走。 刘备见黄金军退出 刘备急忙拦住 说朝廷自有公论 三人便一起回桌线去 正进间 见黄金军把董卓领导的官军杀得大败 三人冲入阵中 就出了董卓 不料董卓一听三人并无官职 立刻把三人丢在外边 下马进账去了 张飞顿时火冒三账 便拔刀进账要杀董卓 又被刘备劝住 三人于是领着人马连夜去投朱卷 朱卷那时正在与黄金军作战 便令刘备为先锋去攻打张宝 刘备一箭射中张宝左臂 关羽 张飞一起出马驻战 打败了张宝 朱卷便领大军去攻打晚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股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朱眷表奏了孙坚 刘备的功勋 刘备因朝中无人说情 被封为中山府安喜县县位 不久 都游来到安喜 刘备因没有向都游送钱被都游陷害 刘备几次到管义求见都游 都被看门人拦住 距于门外 消息传到张飞耳中 张飞气得两眼圆针 冲进管义揪住都游的头发 扯到线牙前 绑在马装上 用柳条使劲抽打 一连打断十几根柳条 打得都游杀猪般叫喊求饶 刘备遭都游欺辱 便取出县位观影 挂在都游脖子上 弃观而去 兄弟三人依旧带了几十名青髓 离开安喜县城 前往幽州投靠刘夕 刘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